農林部門 繼續開會 下午的議程 繼續進行農林部門的業務執行 第一位請林盈隆議員執行 謝謝主席 我們各位敬愛的市民朋友 我們的市府團隊 今天農林部門的議題 盈隆議員 首先要來談這個颱風過後 我們地方上淹水的問題 這個我要請教水利局 那個局長 其實你上一次已經有大概跟我說明了 所以大概這兩個軍校路的部分 你也很清楚 可是軍號樓未來海岸這個部分 已經多年來一直都是淹水 那兩年前我曾經跟你們水利局會看過 包括周中站議員也會看過 那時候是另外一位里長的時候 那會看之後有做了一些相關的處置 可是淹水問題仍然存在 所以今年在六月份的時候 又那時候還沒有颱風 就大雨了 那好大雨之後就開始淹 那當然這個問題困擾這麼多年 它主要還是有水系的問題 所以那時候六月份 水栽料我們有好幾個議員 都來跟水利局希望能夠會看 所以局長你也特別有打電話給我 跟我講說那這麼多的議員 大家一起來會看 那你也答應我 結果後來我發現 你們跟區公所 還有跟部分的民意代表 已經先行會堪 我今天本來要請局長 你直接就在這裡站15分鐘 你知道嗎 我覺得你言而無信 但是想一想你其實也是為了工作 那當然也有一個人來跟我講 其實我看了他的面子 你可以私下來問我 我是看誰的面子 其實他不是一個很大的人物 但是我覺得他跟你 跟水利局很多的人 都是很認真在為水利局做事的人 其實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討什麼認真 但是我感覺 今天議員的民意代表 都是為了民意代表 都是為了民意代表 今天有這麼多的議員 都一起在當下的時間 就跟你反應這些問題 沒有錯 那到時候就是聯合會看 可是你們竟然做了一個偷跑的動作 讓我真的很傻眼 怎麼會局長你親自打電話 跟我承諾說 會聯合會看 結果後來你們竟然私下 跟區公所做了一個會看 我本來是要叫你騎十多分鐘的 你知道嗎 不要這樣子做 我覺得公共議題 地方建設 所有民意代表會 共同關心 這很正常 那就共同來會看 共同來討論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好 好 局長你先坐吧 議員我們可以說明一下那個 可以 讓你說明 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上次 上次我跟議員報告的這個 大家一起會看 我們都有依照這個 後續的處理方式來做 做這個現場的會看 那因為區公所他本身去主動 邀約的這個會看 局裡面的同仁他還是會去 這個並不是說 那區公所是民意代表嗎 不是 因為區公所 他不是嘛 他也是你們行政機關裡面的一個 但是他已經發文 對 他已經發文出去了 區公所 但是區公所辦的會看 不是我辦的 對 區公所辦的會看 但是你們也應該通知所有的議員吧 不然今天區公所就比你嘴裡叫更大囉 但是我們並沒有在現場說 說明整個後續怎麼處置 我們整個這一個 剛剛議員所提到的這個軍銷路後面 一個處置 我們局裡面是統一辦一個會看做說明 但是區公所他因為有某些民意代表提出來的 是啊 你看他也是民意代表 對 根源這個部分真的是 我們真的是局裡面 我們水利局真的是有照 我跟你報告的這個方式來處理 但是區公所我沒辦法去約束他要怎麼 你不能拒絕你的同樣市府單位的其他單位 我們只是派人去陪同他而已 那你應該到時候要通知所有的有關心的民意代表 對啊 那我是覺得說這件事情你們在處理通知上是有點問題 其實本來我們不需要跟你計較這個 可是你知道里長會覺得說 奇怪喔 我都跟你們說是怎麼你們都不來 等到人是什麼人來 我們會很傻眼耶 好像我們不關心 然後會看我們也不到 你知道嗎 這個對民意代表來講 其實是要對地方有所交代 那你既然已經答應了 大家要聯合會看 那你區公所發文來 你也要跟區公所講清楚啊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有很多位民意代表 已經來做這樣的相關陳情 那時候有跟各個民意代表說 這個是要聯合會看的 那我覺得你應該要這麼做 這以後我們會檢討 我希望不會有以後這種事情 這很奇怪啊 當然沒有人想講這樣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 我認為我需要講一下 我們自己想在執政的單位怎麼會這樣子 好 局長你坐吧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蔚南海岸多年來的淹水 其實是跟整個水系是有關的 那這個整個水系呢 其實你們現在又辦了一次這個說明會 要解決的方案裡頭 我是往比較北端的 就是要往這個加油站那個方向 軍銷路加油站那個方向去做的一個解決 這部分基本上我們覺得也是應該做 因為那裡還是有部分的這個 河光街巷弄裡面的水流 是要往那邊去疏解 所以你們又多接了幾個管 這個是OK 但是那一天說明會我們也提到了 你的軍銷路主要的管境 80mm是不是可以加大 這個加大呢 為什麼要加大 因為整個軍銷路非常長 那所有的兩邊的排水 全部都匯集到軍銷路來 其實80mm它是一下無法承受 那麼快速而多的這個好雨量 那那一天我有請你們的相關的人 提供就是好大雨的雨量到底到哪裡 那你們這個80mm的管境 可以承受到什麼的狀態 那那天其實都有數據出來 那那個數據其實我也有提出說明說 你這個數據顯然已經到達頂點 所以你的管境是勢必要加大 第二個我覺得整個水系 你要考慮試運主場館的部分 包括試運主場館後面的那個巷弄 河光街那些的巷弄 那尤其試運主場館它是一個有高度的 那你知道試運主場館的範圍有那麼大 它整個水系下來請卸到軍銷路的時候 它又往前去排 往加油站那個方向就是要經過未來海岸大樓 然後到加油站那個水系量真的很大 所以你如果沒有把整個水系做 整個全部的整體處理 將來即使你換了管境 我不知道它還能不能承受得了 試運主場館那一帶的整個水系 排泄下來的宣洩 搞不好在瞬間好大雨的時候 它也是再引起來 但是加大管境之外 這個是必要的 我認為整體水系的處理是要做 那當然那一天有人建議說 在試運主場館這邊 要有一個排水系統 往軍方的方向去 那能不能做可不可行 我覺得這個水力局你們要評估 好不好 局長你答覆 謝謝你 這個部分在我們目前跟那個議員這邊在現場報告的就是 最急迫性的就是要先把和光界109項 目前已經阻塞的這個聯通管 我們要把它趕快接通 打除接通 那另外軍銷路的這一個湘海 原有的只是直徑80公分的韓管 那這個部分真的有必要把它改成 1.2乘1.2公尺的湘海 那改的長度是大約要200公尺往上延伸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在試運主場館這個部分 在這個集水區它的雨水規劃是在大概二三十年前 那其實年代久遠 那後來的整個都市發展 像這個試運主場館 那整個集水區的一個這個浸流量 就會往這個軍銷路這個地方跑 那如果說我們再把那個整個軍銷路這一邊 在試運主場館這邊的水 利用這個湘海市的把它導到軍銷路的話 軍銷路下游確實沒有辦法去負荷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已經報給營建署 兩個方案 一個兩個計畫 一個就是軍銷路的湘海 加大這個部分大概一千萬 那列在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爭取明年度經費補助 那另外一個就是整個這個區域的 雨水下水道的檢討規劃 那這個檢討規劃就是 剛剛議員有提到 怎麼樣去做這個集水區的分洪或者是制洪 那旁邊是不是有其他的公有地 甚至我們也曾經去問過這個 主場館旁邊的停車場等等 這些是不是還有辦法讓我們做一些制洪空間 所以未來這個案子如果營建署核定 我們會去做整個區域的測量 然後去做整個流域積水區的一個檢討 所以你第二個方案是會優先報給水利署 還是你兩個方案並程 我現在都報上去了 營建署這個部分是營建署 那你們會比較傾向第一方案還是第二方案 這兩個方案都要執行 都要執行 都要執行 所以第一方案可能算是前階段嗎 我們 剛剛提到的軍校 軍校路的那個航管加大 那個算是可能是明年度來執行 那今年度就是執行那個 那個109項這個聯通館加大 這個部分有流標了兩次 那今年度 今年底的話如果有發報書區 我們會繼續來執行 那最後就是剛剛提到的這個區域性的 雨水下水道檢討規劃 這個部分我們爭取營建署的經費 那也是預計在明年開始執行 那這個部分可能會執行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大約有一年 好 希望你這個除了現在要招標要進行的 那另外兩個方案在水利署可以順利爭取 那當然這個對地方的淹水的解決 才是一個真正終極的解決 來 局長你請坐 第二個我想南昌路的抽水站 設了之後其實對宥昌來講 有很大的期待 當然我們知道抽水站它不是在 隨時的狀況都在抽水 它是要達到一定的標準才開始會抽水 可是因為煤激颱風 9月27號這一天 元帥廟一帶 泰昌街中泰街這一帶 其實淹水的還蠻嚴重 所以我那個晚上其實 民眾一直來跟我們聯繫說 那抽水站是都沒有公寧 為什麼我們這裡還有淹水 做的抽水站是沒有效的嗎 那所以我也當下立刻聯絡你們水利局的相關承辦 那你們也有很快速的跟我回說 其實抽水站的功能是有在正常運轉的 可是因為瞬間豪大雨 那個舊部落的排水系統沒有那麼良善 所以就淹水 而且因為泰昌街中泰街這一帶比較低蛙 那我也跟民眾說明了 那我知道你們元帥廟舊部落的排水改善工程 你們現在8月19號動工嘛 預計在明年的9月要完工 那我不知道你們的這個改善工程的計畫圖裡面 詳細的內容是什麼 但是我現在是建議說 你們一定要把這一次颱風跟上一次颱風 兩次颱風造成的淹水在宥昌地區的 那些相關的管路 要納入在你們這次工程裡面去考量 因為我是覺得說 德聖公你在這裡會有追加變更的問題 你還是得要做 畢竟必其功於一億啦 能夠一次把它完成是最好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希望你們在宥昌元帥廟舊部落的排水改善工程 把這兩次颱風淹水的 包括泰昌街中泰街的淹水能夠一併地處理 納入考量 那抽水站的功能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局長你有必要再說明一下 讓民眾清楚 到底什麼時候開始發揮它的功能 那為什麼他們還是會淹水 我跟你們想要再說明一下 包括我剛剛講的 來 局長請說明 跟議員報告 那個抽水站本身 我們都有設定一個起抽水位 那這個起抽水位 就是在我們排出去的後進溪 後進溪的水我們叫做外水 那如果外水達到比內水 達到高於一個高度的時候 我們會關閘門開始起抽 那這個部分像中泰街或者是其他 有抽水站周遭比較低洼的地方 有時候在他們的這個內水會先開始激淹 但是實際上它還沒有達到我們 抽水站的起抽水位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依照實際的狀況 我們再來檢討看看 我們的起抽水位是不是再降下去 再降低一點 就是讓它提早抽 這個部分我們來檢討 那宥昌原算廟這個部分 因為區域性那個地方 原來我們規劃很多需要改善的 那有些是有管線前移 那個地方管線非常複雜 那有些是有私有地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 比較沒有衝突 比較重要的 我們先辦理這一個排水改善工程 那我們就是先把這個水 導到比較西邊的這個 比較靠軍校那邊的一些分紅排水溝 這個部分都目前在進行 那這個太昌街中太街的部分 有納入在規劃裡頭嗎 這個部分我們再去現場再看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會去把這個範圍再納進來 兩分鐘 所以局長 因為這個中太街跟太昌街的淹水 是這一次颱風所衍生出來發現的 那你們的承辦也有說 這個部分還要再去現場現看 那到時候希望你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能夠讓我知道 我們會邀請 我們會邀請 議員一起過去現場看 那再通知我 好 謝謝局長請坐 那再來我要問一下農業局 我們現在中央 其實對於這個電業的自由化 開始在重要的力推 那尤其在綠電的部分要先行 也就是說要先推綠電 那綠電的部分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農地要種電 那因為我看農業局的業務報告裡 其實沒有提到這一點 那當然我知道電的部分 是屬於進發局的主管機關 不過因為農業局在這個部分 其實也有相對的配合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台灣很多其他農業縣 像雲林 像嘉義 他們都已經大力的在推農地種電 那麼局長我想請問你 對於農地種電的規劃 現在在高雄市 你有什麼樣的一個推動的進展跟想法 可不可以請你說明一下 局長請答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在這裡跟林議員說明一下 報告一下 我想整個農業種電 第一個 有土地的永續經營最重要 其他縣市在做這個農田種地的時候 當然也發生一些事情 那麼高雄市政府針對本市的農地 第一個 我想它要種電的時候 在農地種電 一定要符合這塊土地的永續經營 而不是 局長 我先講 農地種電不是農地 可以種植的都拿來 它是不利於耕作的才可以種電 所以這你讓我說明一下 因為高雄市的土地比較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從兩個方面走手 第一個 我的農地裡面有畜牧設施的 那我們開始種電 第二個 如果說我的農地裡面 它本身的結構性比較強的 我們開始種電 也就是架設的屋頂比較高的 對這塊土地可以永續經營的 那以高雄市來講 有些秋林地 它種的是水果 說實在的 對種電比較沒有比較好處的 所以說我們應該是摺地而種 而不是全面性說要種電 對 但是 對 那所以說我們現在閒置的農地 其實很少 今天返鄉了以後 我們閒置的農地非常相對相對 包括我們現在比如說 我們每年的有花田啟事 還有就是美濃的種花田 現在變成就是面積就是很少 因為大家年輕人返鄉了 他需要去種的是短期作物 長期作物這樣子在做 所以說我們高雄市的 每一個縣市的條件不一樣 那每一個縣市應該是擇優來做 這樣才有一個發展永續經營的方式 以上更 好 再一分鐘 那想法是說 讓他規劃好 讓他可以做一些綠電的東西 這是我的想法 像經貿局裡面 現在在有一些 譬如農地變成一個工業用地的 變成過程中 那些工廠上面都可以種種電 屋頂上面可以種電 我的種電不是在違法的工廠上面 不是在農地上面的違法工廠上面種電 那是不行的 那法規沒辦法過的 我剛才在說的 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經濟部分的特許 就是說一些以前屬於 所以局長我覺得你對於綠電先行 農地種電這個 好 我再加油 好 謝謝 好 謝謝林農議員的實行 接下來 曾經哲議員實行 10分鐘 15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我今天要說的是 因為我們的全球暖化 那氣候巨變 那現在 我們的台風 像今年 高的 一個 比一個一直一直來 那不管現在是颱風 或是強降雨 都做成 會當時就開始在淹水了 可惜我記得我們的工廠市 我們的白水系統 可以說是做得很好的 可以說是做得很好的 因為現在 我們的 我們現在的 白水系統 之前設計 之前設計的 它是可以承受幾十年的 雨水量 來 請 蔡具長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 曾經議員 其實我們原來市區 它的設計標準 是依照 營建署的 雨水下水道的設計標準 大概是 它的降雨頻率是五年 市區的部分是五年 區域排水它又另外一個標準 那這個五年 表示說它的降雨頻率是依照 過去統計的資料 五年發生一次 但是實際上 現在發生的數據 就如剛剛議員所講的 達到這種 食雨量大概一個小時 大概六十幾以上的 就非常多 那一般我們在講這個市區的 這個降雨量大約是六十幾 百十幾量六十幾過後 它就會慢慢開始有一些 滴挖地區會積水 所以目前這幾次 包含這兩年當中所統計的 降雨量超過七十以上的 次數就非常多 那而且有時候在 像今年在九月 又剛好都是降雨的時候 碰到我們的這一個大潮 那大潮的話 整個出海口的水位就很高 那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那個出海口水位 是大概設定 大概七十公分 高於海平面七十公分 它的一個設計標準值 但是我們有觀測到 目前的一些大潮的高度 都達到1.9公尺 1.9公尺都有 所以這個部分會造成 目前的這個排鴻效果 就沒有辦法那麼好 確定 我覺得 你幾乎每一次都是說 是大潮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 有一點在推薦的責任 你還沒有那個陰道 你不知道 那市民是多難 好像要搶在那裡掃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我們整個市區 它的排水量 是不是要重新檢討跟設計 它在那裡 它在那裡 現在漏的量 漏的量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大的 像上面一個台風來 就創了什麼 41年以來最大的風速 那雨量也差不多都是這樣 那現在我們三民區 來喔 我請教一下我們三民區 做了幾個制洪池 我們現在三民區在 本河裡 寶業裡 還有我們本安 這個地方都有設置制洪池 這要三人而已喔 那三人 那三人你覺得 這三個設計的量 可以符合現在的雨量嗎 我們只是提高我們的保護標準 那我舉個例像 寶業裡制洪池 那寶業裡制洪池 它保護的這個區域過去 大概只要降雨 只要降雨 超過60 它在那個 易華路這個區域 就會開始淹水 包含澄清路 那我們做那個制洪池以後 依據這幾年來的觀察 它的施雨量 可以忍受到 快將近75到80 那路面才會開始激淹 所以它能夠提供的 就是一個保護標準提高 那剛剛議員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要去檢討一些 市區的那個排水 我們在今年 已經有把市區裡面 過去二三十年來的一些 雨水規劃案 提高營建署那邊 爭取經費來做檢討 那後續 我們會針對一些 比較容易 我們紀錄上面 有淹水的像 古山區 或者是像 山明區的部分 像孝順街等等 我們都會依照這些區域 看是規劃一些 制洪 或者是必須要做一些抽水戰 那下游端 那下游端 有時候很多 湘寒 跟議員報告 比較沒有辦法去做 加大 因為下游 它已經趕潮 就是跟海水位齊平 那道路上面 有很多的這個管線 所以我們會 沿你一些其他 比較有效的方案 來去做改善 那我請教一下 你說我們山明區有三 你的制洪池 那我想考考你 這個 像我們本安里 是把它做好 它的排水量 是可以幾十年的防 你知道嗎 本安那個制洪池 本安制洪池 我們還是依照那個 市區的這個降雨量 去做計算 那 大概原來的這個區域是 我們只能說過去 在降雨量 在這個區域 如果也是一樣 下到大概七十左右 它就會淹水 那目前提高到 大約八十左右 我想這些可能都不夠 因為現在漏的 真的是 量非常非常害怕 你剛剛那道八月二十 那個就強降雨 整個連我服務處那邊 都開始淹起來 那一天我剛好去跑湯 我去亂來 找一個湯 結果要回來 結果連我們 縮路路的交流道 結果沒辦法下去 你看營料多大 我一直在想說 我們高雄市的排水系統 原本就做得不錯了 你看 現在青菜肋 都是這麼大 所以我是希望說 真的要重新去檢討 這個排水的系統 要怎麼改善 不要起源 不要飽受淹水的痛苦 所以我希望說 你也是要去 嫁威 沒有錢 可以把地方投資 是做一個全面改善 檢討的計畫 然後查查我們高雄市的排水量 是不是符合現在實際所需求的 你答覆一下 這個部分跟議員報告就是 銀建署在這幾次的 這一個那個 好大雨過後 他有調查了各縣市政府 在比較老舊的這一些社區 有做過規劃的 那要重新檢討的 我們都有提報 那剛剛議員提到就是 整個我們高雄市的全面檢討 目前我們已經有開始在進行 那也有提一些相關的規劃 給銀建署這邊來核定 但是我們現在有錄案 就是在這幾次 我們都是水利局這邊 有一個水情中心 那邊都有統計哪些區域 它是逢雨 就是很容易淹的 就是有可能就是 下到10雨量60 它就會淹水 像我們那個成功路 孟時代那個區域 那它有可能是比較靠海 而且道路的高度 或者是一些側溝的 過去的一些問題 所以它這個狀況 我們局裡面列管的 總共有16處 比較明顯的有16處 我們其實都有 按照我們的計畫 要分歧來改善 那全面性的提升 跟我們的防洪功能這個部分 我們也搭配了這個 雨水下水道系統的規劃 也搭配了這個區域排水 那區域排水是這一些 湘含在不是沿海地區的話 它必須要排到的 這一個大動脈 所以我們都會 同步來去做檢討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按照 然後騎乘分別跟營建署 還有水利署 這邊來爭取經費 我希望這部分 真的要加強 你看看 上一陣子 好像淹定寶就淹寶了 還有我們中都地區 那也是 它好像是愛河 它出來了還是怎樣 尤其在那個院井橋 那個 紅橋那個 紅橋那個 因為那個郊面很高 那可是 中都地區這邊 有一個 很 很 下面 下降 那上面也是 整個都陰 那 剛才是 居民也是跟我們陳情說 那是不是設計的不良 還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很專業的東西 是希望說 哪一個地方 如果 有強降水 淹水 你們就要去重新檢討 它的排水系統 是符合現在所需求的 跟議員報告 像 岩城 岩城因為 他過去的規劃 就是用 那個抽水站 把整個岩城區的水 全部用抽的 那我們這幾年 對岩城地區的改善 就是分歧 把這些抽水站 過去老舊的這些設備 全部更新 因為它的 狀況就是像 車子開久了 它的動力就沒有那麼好 而且我們在更新的過程 我們有提高它的抽水量 那相對的 過去比較低挖的這些區域 最近我們在統計起來 它真的 淹水的次數 比以前還要多 那我們 這個部分 會再去 整個在沿海地區 還有我們的這一個 愛河流域周遭 我們會再全部做一個檢視 那未來可能 哪些地方有空地 可以做制洪空間的 這個部分我們還是會 比較優先來處理 我是覺得鐵仔做準備 不要讓市民 再保受淹水的痛苦 那你請坐 那來我再想說 我們那個愛河之心 愛河之心 那之前這個問題 我還有跟 蔡居長 我看你再繼續站起來 之前有跟旅長跟你反應過 其實那時候市府 他的家園 他去這愛河之心 晚上很漂亮 然後有帶動地方的發展 還有房價 那可是之前還有什麼愛之船 可以從愛河 由愛河 然後那邊是一個終點站 那到後來 我覺得你們的維護 好像做得不是很好 那不知道是設計不良是怎樣 東吳跟西吳就不一樣了 之前也跟你反應過奇怪 那這個水啊 你賣了 尤其是西吳這邊 他就會產生淤積啊 非常非常的嚴重 甚至還有臭味啊 那上次跟你反應 你也有去會看 結果東吳有用 那你也答應我跟里長說 要來處理 這我看這樣不對 結果你跟他派 派一隻純化 叫人工在搖 我感覺這是 好像應付了 這樣感覺 我是希望說 這也要比照東吳一樣 你也是要叫包商來搖 不然你本來人說 可以坐純化進來 現在都變不可以了 這樣情何以堪 要怎麼帶動我們的工工啊 不然我們做到這麼漂亮 花那麼多錢 結果沒辦法發揮他的功能 那是不是 明年 處理一下 來請集長答覆 你跟議員報告 那個東吳的部分 是我們很早就規劃 要先做一個清淤工程 那這個清淤工程 它主要是因為 這個區域的一個水循環系統 比較效果沒有那麼好 然後它久了 在那個地方預計的這一些 那個土壤以及水會惡臭 那二湊到它有早氣 東吳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當初是東吳先開始做 那西湖這個部分 跟議員報告 它這個河道過去的紀錄 過去幾年來的紀錄就是 每次清完它會變成 有一種自然淤積的現象 它自然淤積就是造成 原來想要把那個船開進來的 除非水利局就是 這是三部口水的一段 我認為這技術上 我可以克服 因為這個比較專業 因為你的水流 到底是怎樣 放空一段 你怎麼會造成它的EG 那這個EG 可能你清 也不是長遠之際 也不是說 放在渣時 不會的話 你未來再過一段 也會沉澱 阿斯蘭你要怎樣去 去減少這個EG 是你們要設計的地方 西湖的部分 我已經請同仁設計 就是明年度 大概年底的話 就會先發包 那明年迅期前 一定會清完 因為那個地方 是要做一些相關的 微水的工程 你幾月做好了 清魚 清魚 我們如果年底發包 正常如果沒有下雨 應該是兩個月 就可以做好 那明年年初之前 就OK了吧 對對 如果沒有下雨 那我看你那個 老勇 因為奇怪 水是怎樣就沒有 是怎樣的 他為什麼會湊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它那個 東西湖這個地方 剛好它是一個 沒有辦法 水沒有辦法流通循環的地方 然後我們在那個地方 有一些循環水的 這一個馬達 那這個循環水的 馬達的水量 不夠大 所以它有時候 在那個地方會湊 那今年度 我們也有請同仁 去評估 把這些馬達的 這一個 那個能量把它提升 讓這個水在那邊循環 大一點的話 就是比較不會湊 跟它學生 水在那邊循環的量大 可能這個生態環境 就會比較好 這個部分 我們有在做改善 局長 第一就是這個草莓 你看要怎樣改善 第二就是這個衛生的問題 那我想這兩個 你們要看這可能就是 卡到比較專業的問題 希望你可以看要怎樣 中心改善 把這兩個問題解決 好 然後那個碼頭 是算你管的 還是 不是 那個是算養工處 那個是 傳在停的是 觀光局那邊在管的 那邊是算 傳在停的這個位置 是 我是覺得我們市委 我們這裡卡到那裡 做得很漂亮 結果為 都 都很不理想 希望 局長 你這裡兩行 可以改善 在明年內 超進場 看設計的問題 還是怎樣 來請問 那再來我再請教 那個農業局 這個果塞市場來拆遷 我感覺 我們在地的 居民 真的都很樂見 來打通這個實權路 當然我們也是希望 說 可以快 打通 再三分鐘 再三分鐘 我也希望快來打通 然後 因為那裡也是 樂好那裡也是都會喝水 那未來他可能也是 要 做一個製紅池 一個公園化 其實我也很贊成 這個建設 那希望說 村莫鬼 是不是都局長 可以加強 看要怎樣 跟他們來交通 不要對立那麼嚴重 其實我相信 在這三民区 全部的議員 也是大家都很支持這個案 但是只是溝通上 可能 不知道是說得不好 所以變成很強 很抵抗的 很強制 我是希望說 鑑長 這也是我們庫陽市 沒有我們三民区 一個心中 因為我們知道 要過的保障 不是為健康 健康 健康路 不然就要維救路 這麼過 可以說 非常非常不方便 那就可以做 整體的開發 未來可能 高菜市場也會定義 我相信這是對 地方上 還有對高菜市場 對地方的建設 都是很好的 一個建設 那我是希望局長 在這方面 這個拆遷的方面 趕快來加強 加強溝通 不要製造對立那麼嚴重 這是我以上的建議 好 那我執行就到這邊 好 接著下去請邱俊憲議員 質詢 時間15分鐘 請邱俊憲議員 謝謝邱俊憲議員 還有農林小組的首長 主管 大家辛苦了 我想今天利用這個時間 有一些議題跟大家 就叫一下 那個PPT 我首先跟農業局來就叫一下 那個生態的保育 其實在農業局的業務裡面 可是它算是一個 比較冷屁的一個業務 可是我覺得 我大學研究所 其實都念根環境 有相關的科興 我覺得在這邊還是 利用一點時間來跟大家 來做一些意見的探討 那生態多樣性 其實這幾年 台灣的政府 陸續續越來越重視 那高雄 我們加入了伊克里之後 其實這幾年 我們也非常的重視這些議題 然後也跟很多民間的團體 來做一些外來種的移除的一些工作 那為什麼要去移除外來種 因為它對我們的生態性的威脅 是非常大的 那當然外來種 它其實又分為 比較具侵略性的 比較具侵略性的就是 它在台灣這個自然環境裡面 它會去繁殖 它會去增長 它會去造成我們其他原生種的一個 比較大的威脅 那另外一種 像之前大家都在講 之前水公司那隻很大隻的那隻魚 它可能沒有繁殖的問題 可是它會造成其他原生種的一個 生態上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為什麼一直在呼籲說 不管是公部門還是一些生態團體 我們在呼籲台灣的國人說 我們不要去放生 不管它是什麼樣子的魚 我們也不要去做任意的棄養 所以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要不斷的不斷的去講 那 像這一些 像 烏鍋魚 像 琵琶魚 甚至 金鮑雷 福壽羅這種 這都是過去台灣本來沒有 然後引進來台灣之後 卻發生沒辦法收拾的一個混亂的場面 造成生態的浩劫 像金鮑雷這些東西 到現在為止 也是整個餐裡面都看到這些東西 泰國鯨魚又亂放亂養 像這一次 其實水公司也丟了幾隻 泰國鯨魚進去到澄清湖裡面 泰國鯨魚的危害就比象魚更大了 因為牠會繁殖 而且生得很快 而且又凶又猛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可能都是一個不經心的動作 可是會造成這個生態不斷累積的壓力 所以在這邊其實 真的是要利用在議會這個期間 還是要去表達這樣的一個呼籲 就是說 我們其實花了很多的資源 很多的力氣 在做生態的防禦 其實我們要不斷的去進行這件事情 那除了呼籲大家不要去做這件事情以外 其實我在這邊要提供一個想法 給水公司還有農業局來思考看看 我們是不是可以嘗試做一個 移除外來魚種的一個方案 這張照片是前一段時間 我們在蓮池潭 我們也知道蓮池潭為了辦2009市運會 其實花很多錢去做考談 然後把裡面的淤泥跟一些外來的魚種都移除了 可是我們也知道 蓮池潭跟自來水公司所管的澄清湖是一樣 它的水源是外來的 所以不管再怎麼清淑氣 它外來的魚還是會透過因為水流的流動 自己在那邊衍生 這個池子裡面是那一天 我們跟外面的民間團體辦了一個用泥耳 就是不是用耳料 是用一個 就像這張圖一樣 它是一個塑膠製品 它會順著水流 然後在水裡面看起來很像是一隻針的一樣 然後去吸引水裡面的魚去咬它 然後去把它釣起來 它是一個比較環保比較生態的方式 這些魚就是那一天來參與這個移除外來種 示範活動的一些釣油 從蓮池潭裡面釣起來的 那天釣的魚 我聽說應該是有一兩千公斤油 那他們也是用一些不去污染的船舶 用滑的或是吃電池的馬達 到湖泊裡面去進行這樣子的外來魚種的清除 我在這邊用這個例子來講是說 我們也知道 澄清湖是水質水源保護區 經理我們那個應該是禁止垂吊 在水利法裡面其實都有相關的規範 可是我們又要花一些預算 過去澄清湖也進行過考談 把裡面的魚也處理過 然後把裡面的魚也處理過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這樣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半年一次 或是每一季一次 我們用類似這樣子對水質水源 沒有污染的方式 然後號召民間的朋友 民間的團體 用一些比較環保生態方式 把裡面的這些外來魚種 把它移除做一些處理 我相信水公司要再去變預算 去做這樣的工作其實是很辛苦 因為水公司最主要的工作其實是在 維持我們供水的系統的穩定跟安全 可是這部分其實 我相信這個應該不用花什麼錢 然後也有團體應用去做 然後現在的釣法釣具其實也不會 我相信水質水源保護區禁止垂吊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怕有污染 然後又怕釣起來的魚被亂丟變成屍體 然後釣具亂丟等等 可是我相信與其死硬硬的去規範這件事情 那如果移除外來魚種 是政府也要去推動的事情 我們是不是可以嘗試用這樣的方式 去做一些處理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在這邊提供給水公司還有農業局 因為這個活動其實在觀光局 在前陣子也第一次嘗試 跟外面的團體做這樣子的合作 那我相信 這是一件應該是可以鼓勵的事情 陳青五旁邊有一個鳥松市地不大 前陣子也還被國家評定為幾個重要的 幾個基優的市地 然後它又是裡面最小面積最小 可是它生態對象性是最好的 那觀光局最近也要跟一些環保團體 要去做市地裡面的外來種儀屬的工作 也是要花一些的預算跟資源 那我相信外面有很多的團體系 是願意協助政府來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在這邊提供這樣的想法跟概念 給水公司還有農業局 是不是可以做這樣子的合作 那我後來還會再找局處的同仁來做一些討論 那剛剛也提到說 我們水公司其實最重要的是 提供大高雄穩定安全的用水 那其實我們也知道 從最新的資料裡面 其實我們的水漏掉的比例還是很高 從我們的配水的水量跟售水水量 中間算起來 其實我們第七管理處 其實我們的漏水率大概是至少20% 跑不掉 那怎麼樣去做改善 其實從水公司的業務保管委員會 也有講到就是一些管線的太舊等等的 可是在這個問題以外 其實我們從過去那個莫拉克風災以後 其實我們發現一個問題 我們的原水的品質真的是太不好了 今天我走水公司當然在開港而已 我們一噸要花一塊 那結果會造成什麼問題 造成我們一年 其實從原水進來 就大概有20萬噸的淤泥 會進到陳青湖的水域裡面 可是我們每年花 今年大概也是要花一億的預算 我們能夠清出來大概是2萬噸 頂多到3萬噸 代表什麼 一年就是至少有十幾萬噸的淤泥 不斷的淤積在陳青湖的水域裡面 這一張照片 是這幾次颱風之後我去拍的 真的是很可怕 陳青湖都快變成水田了 上面的植栽 這是從那個陳青湖棒球場對面這樣子拍過去 那為什麼會預計這麼嚴重 因為它的出水口就在那邊 那這是我們大高雄其中一個重要的水質水源的來源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是相當的嚴重 然後每天經過陳青湖的民眾也非常的多 然後也不斷的關心說 為什麼現在陳青湖預計的問題這麼嚴重 那所以之前也有媒體報導說 晴雨的狀況是不是不理想 那我相信水公司其實他們也是很 很禁止的去想要處理這個事情 可是現在已經十月下旬 快十一月了 那這今年剩兩個月的時間 今年的輕易的狀況的確是很辛苦 你看進來的泥巴這麼多 我想知道水公司現在新來的經歷還沒那麼多 不過這個問題其實是很大的 要去做更好的處理 我相信其他的立法委員也有透過一些方式 透過其他的管道也有跟水公司的董事長 新任的董事長反映過這件事情 那當然現在的輕易的狀況的確不是那麼理想 那怎麼樣去確保我們大高雄 陳青湖這麼一個重要的水源的狀況 剛剛除了說去輕易以外其實就是源頭 所以經理我們其實我們可以願意跟中央的民意代表 跟立委那邊來協調 就是說是不是水利署在高平溪的取水口那邊 就應該要去做一些處理 從源頭去處理 不然其實再大的水庫再大的湖泊 裝這麼大的淤泥其實還是裝不夠 你怎麼清都不會富裕進來 所以這個部分在這裡 我們要給他經理 拜託就說大平溪是一個環境很好的地方 不過他可能沒幾年 可能就真的讓六個沒那麼甜蜜 填滿了 所以這個問題可能請水公司 要去做認真的處理 那我們也一直在講 高雄是一個很辛苦的城市 雨水多的時候怕淹水 不下雨的時候沒水喝 在這一屆的議會裡面我們就遇到 高雄市曾經就差點要停水 就是要去分階段的去限水 不管是民生用水還是事業用水 所以我們不斷的去提說 是不是透過不同的方式 去鼓勵大高雄市民去結業用水 那這個問題我這邊就要請水利局長來回答一下 在上一個會期 在議會裡面其實大家對於污水處理費的徵收 大家都有不同意見 可是我們一直認為 民進黨團這樣認為 使用者付費 我們支持市政府這樣去做 可是在上個會期裡面 其實我們有聽到市長 包括局長在議事廳裡面 其實都有公開的這樣子講過這一段 市府願意去評估 是不是有適當的減免方案 來鼓勵我們高雄市民 在用水上去做一些節約 那這部分其實在上個會期 局長你在這個議事廳裡面曾經講過 我想請教您一下 現在這個相關的減免方案 現在府裡面或是局裡面有沒有什麼比較具體的想法跟進度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請局長答貨 謝謝主席 謝謝邱議員 那上次會期 那個在議會市長那個有交代過後 我們在局裡面就開始研議這個那個污水下水道費的這個 像鼓勵節水做一個獎勵 那這個部分在市府裡面我們也跟法制局做了討論 那原來提供了一些方案 那最後有確定的方案就是只要我們有節水3% 那我們的這個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就會打6折 那這個部分我們其實有去參考過去 在水公司已經有辦的過了一些像節水的這一些成效 那我們是希望說比較實質性的看得到的 比較能夠看得到的讓民眾有感 那我們整個主軸的宣傳應該是會在下個月 原來是預計這個月這個禮拜 我們原來是預計這個禮拜要提市政會議然後通過 但是因為裡面有一些文字還有一些小小問題 所以我們是大概提下個禮拜 那整個宣傳的一些文宣我們目前已經開始在做 那打算從11月開始12月我們會做一個宣傳 那宣導的部分包含第一個獎勵結水 第二個污水下水道用戶必須要自主檢查做維護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的宣傳重點 那從明年的1月1號我們預計開始實施 大概目前的期程是這樣 局長所以是明年1月1號預計開始實施 只要用水戶有結水3%就打7折 打6折 這件事情是大概是這樣子 這是目前有還沒有送市政會 但是在那個方案裡面 目前就只有這一個做過 好 謝謝局長局長請坐 我想公部門的相關政策 本來就要去鼓勵民眾去配合 政府的大德方向去做 所以像這樣的方案其實我們都很樂見 市府應該提供市民這樣子相關的利多的方案 因為我相信打6折 生水百分之三 我覺得我們減徵收的這些水 比那些生起來的水 其實成本是低的 那些省下來的水房是有那些錢可能還買不到 所以這部分真的是要請局長 然後在宣傳上面真的要讓市民朋友知道 我們不是為了要省錢而已 是為了要省水 所以在省水的相關宣傳上面 可能要拜託局長要再多多盡一點力氣 既然我們民進黨團 支持我們市府 支持水利局去進行污水處理費 在大選的時候 包括主席我們都被罵得很慘 我們都挨過來了 因為使用者付費 這是一個最大的標準 可是怎麼樣讓民眾能夠享受到 政府的公共設施的服務 可是必須要付出一些代價 可是政府又提供一些利多來鼓勵他們 我覺得這是我們市政府必須要去努力的事情 最後其實在這邊要謝謝海洋局跟農業局 今年其實是一個非常多天災的一個年度 包括水利局也很辛苦 從霸王級的航海到這兩次 幾十年沒有那麼大的風災 其實造成我們漁業農業 還有一些地方 其實過去比較不常淹水的 也有積水的問題 所以在怎麼樣去做更多的災害預防跟應變 我來這邊還是要提出這樣的呼籲 當時韓海的時候其實也開過公廳會 有跟海洋局長有提過 其實我們還是要試著去從 預算的邊理裡面去擠出一點點來 去做一些災害預測的model 或是像當初我們在討論 韓海是不是用溫棚 什麼樣的溫棚對高雄的海域養殖業是有用的 像這樣子的一些 好 再給三分鐘 謝謝 用一些比較小規模的預算去做一些試驗 讓我們的漁業的災害防在上面 能夠有一些比較可行的方案 讓那些漁民那些農民可以去做一些預防 因為其實我不是那麼的支持說 我們要花那麼大的預算去做災害的補貼 當然這些都是辛苦錢 然後他們也很辛苦 可是有一些事情我們其實是可以花一點點的預算 去做一些預防的 包括那時候的寒害造成一些農作問題 其實在一些肥料或是等等用藥上面的更精準 或者是更科學的方式 其實可以讓他們的損失降得更少 像這次颱風就比較遺憾 比較可惜 農民朋友都要挨揚 像我上面看有芭蠟在那裡 那些都不會結錢 也不會好吃 有風打在那裡都沒辦法 所以有但是這真的是很可憐 看提供白的民宿吃飯 就是農民肥民的困難 不然要怎麼去做更有好的房子 我一家是要拜託海洋局長跟農業局長 我們真的是要再做一些更科學的方法 邊一點點可能懶散的領土就有了 可是我們不能不去做 對啊 然後在兩個局處的努力下 其實航海的補償等等這些已經都執行完了 那這兩次風災可能也是要麻煩農業局跟海洋局 盡量的趕快去做處理 那最後一分多鐘的時間 我想我還是想要請農業局長 對於剛剛我有提一個方案 在澄清湖裡面是不是可以做一些 外來種的移儲的一些活動跟水公司來做合作 局長你是不是可以來講一下你的想法 這樣子是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請局長答覆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區議員關心 那麼其實這個是可以的 我想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農業局不管是屏東科大 我們社區發展協會 還有我們的風樹林保護社會 還有我們的野鳥協會 我們都有在合作 至於說那個議員所講的 跟水公司大家一起來合作 這我們很樂意 然後我們會再研究看看好不好 局長你請坐 謝謝 那個水公司新來的經理 我想請你簡單講一下 我們從高屏心裡以來的原水 是不是要從源頭去做處理 這樣子我們清育的問題 會比較有機會去做根除 那對於這個 現在我們的澄清湖淤積的問題 您剛來 您有沒有什麼比較具體的想法 或是怎麼樣去做改善這件事情 是不是也請我們新來的水公司的經理 來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 請經理答覆 謝謝主席 還有謝謝我們邱議員 我想非常感謝邱議員 針對整個我們大高雄地區的一個 供水品質還有這個 供水量都非常的關心 那剛剛所提到的就是有關清育的部分 那剛剛提到如果在原水的處理 沒有錯目前這幾年來 事實上我們也意識到整個一個環境的變遷 對我們供水穩定造成了一個衝擊 所以呢我們事實上每年都在有限的經費之下 我們都籌辦了很多整個一個清育的一個工作 那這幾年來尤其在從103 104到10506這幾年 我們大概都接近像104有18萬噸的一個清育量 那這三年呢幾乎我們大概都是有 大概都是原則上我們都是以20萬噸為目標 那雖然清了這麼多 但是事實上對整個一個 整個一個高屏系的這個預計量 還是入不敷出 那這種情況之下 剛剛我們確認有提到 就是說在上游的部分 這個部分的一個清育的一個整個一個方式 那我們會再跟因為還要再 我們會跟我們的水利署 南水局這邊 我們會跟他來積極來研討 那至於在我們湖裡面 成湖這個部分 除了一個清育的工法之外 那我們可能也會再積極辦理所謂的擴大清育 包括廠商包括工法 我們會再做一個評估 那我們也積極來辦理 至於剛剛特別提到的有關 游處外來總這個部分 我想會我很支持我們就員的一個想法 我們會配合就是那個農業局 我們看積極來辦理 以上簡單的一個報告 謝謝 接著下來 請那個伊士坦達貝亞夫政府議員 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各位機長 議會的議員單位 議會同仁 首先 我要就叫我們農業局 那麼這一兩年當中 我看到局長 對原鄉的農業的行銷 包括補助都非常的用心 也向農業局所有的工作人員表示自信 那麼第一個 原鄉目前的產業也應該要慢慢的轉型 除了做農之外 那麼有一些產業也應該配合來做其他的一些規劃 那比如說農舍 那麼農舍的申請 農舍的要點 申請的要點 應該要怎麼申請 那麼請局長先答覆 那麼讓鄉親知道 這個農舍的申請 應該要準備什麼資料 請農業局局長答覆 好 請局長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醫師坦大議員 那麼農舍的申請 他當然有一些疾別的條件 你包括說連滿二十歲 那申請人的夫妻所在地 他的農地取得要滿兩年 滿兩年 那另外賣金 一定要帶0.25公頃 0.25公頃 那還有就是農保資格 農保資格 那麼這些都是一些必要的條件 好 謝謝 那麼第二個 我們原鄉地區 除了奏農之外 也有一些鄉親認為 也應該轉型為 休閒觀光農業的途徑來發展 那麼這樣的一個規劃 也需要哪些什麼條件 來請局長答覆 好 請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伊斯坦大議員 第一個 他必須的面積要有0.5公頃 那麼他也有一條另外的道路 就是說鄉級以上的道路 鄉級以上的道路 那麼申請的一定要是一個自然人或是法人 自然或是法人 然後過來的話 就是他必須要申請一個 就是說我們申請的一個住宿設施的話 還有餐飲設施的話 他必須要辦理一個用地變更 如果是需要他要辦理這個 餐飲或用那個住宿的話 他有一個用地變更這樣子 那我這邊有一個疑問 就是要救教一下 我們岩湘比較特殊 要鄉級的道路以上 農路算不算 農路的話 你如果是 他是邊定為鄉級的道路 他當然是可以的 好 謝謝 那麼一方面 像我們寶山地區 因為農路改善 也非常的安全了 很多的鄉親 都開始經營錄影區 那麼這個錄影區 對於市民朋友 選擇在假日 休閒生活 是非常好的 那麼像寶山 他的環境 以及他也有在種一些茶葉 咖啡 所以很多市民朋友 到寶山地區 錄影 那麼在寶山 因為是高海拔高山 他可以看到我們的棕油 還有大樓都看得到 那麼開發錄影區 是未來 原鄉地區 一個非常好的產業 那麼當然我們開發錄影區 我們也不希望 大開發的 就是小型開發錄影區 能夠在自己的農地 那麼開發錄影區 我們就希望 市民朋友 平常工作之餘 那麼讓情緒 過著比較沒有壓力的 休閒生活 到山上露營 是非常好的選項 那麼開發錄影區 有沒有其他的法令限制 請集長答覆 請集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謝謝閃達也 那麼錄影區的目的是 主管今天是觀光局 那我們向觀光局提出申請 以後 它會依據整個 容許使用費分類各單位 那時候 這樣對農業區的部分 我們會提出一些審查 好 請坐 所以我希望農業區 跟觀光局能夠合作 來協助我們原鄉 有意開發小型錄影區的鄉親啊 讓他們有機會 為我們的市民朋友來服務 那麼下一個題目 寶山的野生茶 我們叫做黃金野生茶 那麼這幾年當中 我們行銷的重點 幾乎都是在愛意行銷 好 那麼我希望在年底以前 在十一月份選擇一天 好好規劃 由我們的圓民會跟農業局 來協助行銷寶山的黃金野生茶 包括行銷的點 包括如何聯絡我們在地 仲察的鄉親啊 有一個聯繫 那麼這樣的話 行銷呢 會比較有效果 行銷一定要拉到市區啊 行銷啊 不能困在山裡行銷 那我們山上原鄉地區 有的辦三四百萬的愛意行銷 是困在山區啊 沒有市民朋友到山區來參與行銷的活動 那麼變成啊 族人對族人的行銷愛意 只是說行銷活動 把這筆錢浪費掉 何銷啊 誰在賺錢啊 是偽辦的廠商 還有一些喜歡貪污的共犯 所以放在原銷的行銷 沒有什麼行銷的效果 一定要拉到市區 那麼比如說 這一次拉到台北辦行銷愛意 這個行銷的目標才能夠達到效果 區長也參與我們行銷愛意的活動 所以呢 感謝我們農業局的區長 跟我們園民會呢 做一個非常好的配合 那麼希望在十一月 早一天的時間 在我們高雄市選擇比較好的點 人潮比較多的地方 來行銷我們寶山的黃金野生茶 希望區長能夠跟我們的園民會來配合 我再說一遍 我們園鄉行銷啊 那像行銷愛意 花了三四百萬 沒有效果 為辦廠商賺到錢 那麼主人行銷主人一個農產品 沒有客人 沒有市民朋友去捧場 那我們銀香的人 只做歌舞唱歌表演 三四百萬就不見了 所以這是無效的行銷 請機長幫我答覆一下 願意不願意來支持我們寶山的鄉親 在十一月份能夠和園民會一起協助行銷 黃金野生茶 請機長答覆 請機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醫師坦達言 我們跟園民會可以說合作無間 那麼這一次在台北的喜愛意活動 那麼也很感謝醫生來源親自去參與 那效果應該一言一言也看得出來 那麼我如果想記得不錯 好像下個禮拜一 我們一個媒體的採線團 會進入我們的園鄉 然後對於這個黃金這個就是茶 寶山茶這個部分也是會推動的一個方向 那未來是不是在都會地帶 做一個行銷的一個我跟古眾主委 我們會擬定計畫 我們來做一個最適當的一個搭配 好不好 謝謝 謝謝機長 那麼下一個我要質詢的是水利局 那麼清塑工程 從八八豐災一直到現在 好像都定在清塑工程 那麼清塑工程我們鄉裡面的人都知道 這是無效的工程 挖兩邊 利用要下大雨之前開始動工 一次摧毀下雨之後 再做幾天拍拍照 第一天為了拍照 重機械六七台拍完了 剩一台最清塑工程 是我們政府在推動工程裡面 最不實際的一項工程 我很懷疑 這個清塑工程啊 是一個貪獨的共犯結構的工程 不辦說明會 也不知道誰是廠商 大概動工以前 他會拿著他的牌照 是什麼哪一個廠商得標 設計公司是誰 拍一下就拿下來了 所以民眾根本也不知道 到底誰是廠商 也不辦說明會 所以原鄉的清塑工程啊 這幾年當中 我們的鄉親的認知 那是貪獨的共犯結構 在做清塑工程 那麼我們水利局呢 一直不檢討 我也懷疑你們水利局啊 有些公務員 有些公務員 跟廠商 應該有問題 也不去查核 效果如何也不做檢討 幾千萬幾千萬幾千萬 都被沖走了 就是 八八風 trends 香港 開火 basically 攻城 不是 再赚到钱 那么七处工程挖两边 一次冲回 那么七处工程的时间 显得是 台风 雨季期间 五六七八 九月 这个是长长雨季 的时间 那么七处工程 都显在这个时间动工 动工的时间 应该是九月到 隔二年的四月 为什么选择在 下雨期间在动工 一次冲回吗 拍照的照片 拿以前再来拍 又是同一个点 再做清书 我问一下 我们的水利局的机长 你有没有做过检讨会 对原相的清书工程 有没有做过检讨会 它的效益如何 我们乡亲一直认为 清书工程是在 晚前的工程 你有没有做检讨过 请机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伊斯坦大议员 那跟议员先做个澄清 因为我们现在原乡的 这一些 那个野稀的清书工程 都是直接由水保局 农委会水保局 直接补助给区工所 那其实前几次在议会 议员有 那个关切到这个问题 那水利局目前的机制 也是在他们线刊 要核定之前 都有去现场 把高雄市政府的意见 希望他们 把这些相关的 清淤的这个量体 它的清淤量体 其实它叫做 它先把它搬到旁边去 因为它没有办法运出来 那另外就是说 办的这个时间点 他们也是要特别注意 所以刚刚议员提到的 像办说明会 以及它清淤的时间点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后续 在几次的线刊 都有跟农委会的水保局 还有区工所 都已经有跟他们提醒 那后续的话 我想跟议员报告 就是说 其实现场在 很多的这一些原乡的部分 整个野稀 很多状况 包含豪大雨过后 它的这个河道 原有的这一些 看起来现况不是河道 但是下大雨的时候 它变成河道的这个状况 变化都非常大 所以它必须着重在这个疏通 然后疏通到的这一个位置 必须要去适当的选取 它的一个堆滞地点 所以未来我们会去检讨 检讨以后会在他们的 这个行政院农委会 这边的会刊里面 跟他们适度的做个表达 好 那么我希望局长 先请坐 因为这个是人民的纳税权 好 再三分钟 水利局长 站在上级指导单位的主管的立场 要重视原乡 清书工程的弊端 那么希望局长 能够成立一个小组 专门对原乡的清书工程 来做查核跟严格的督导 这是我们人民纳税权 我当厂商的话 我最喜欢去标原乡的清书工程 我可以包括雇工 重机械 工人 我只要开二十万 我比如说一千万的清书工程 我只花二三十万的工资 包括重机械 我就可以赚八百万 这是全台湾最好赚的工程 所以我希望水利局局长 对这一点 要负起督导的责任 让乡亲啊 知道政府的任何的工程 必须是要有效益的 如何查核 应该要有一个办法 必要的时候 应该要移送地方法院 来认真的调查 这个清书工程 到底哪些是共犯结构 那么我们看了好几年 主席啊 这个清书工程 我们真的看了好几年 都是一直在玩 人民的纳税权 不断的在玩 不断的在玩 所以请机长要重视这个清书案 那么还有一点 我们桃圆区也请水利局协助地方有关水土保持的工程 也会看了几个点 比如说梅山的四溪 桃圆梅秀台 也有一个会看的点 我不知道到现在为止 怎么都没有去做 为什么没有发包 难道原乡的水保的工程 水利局没有很尽心尽力 要执行以会看过的工程吗 请机长答复 好 请机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伊斯坦大议员 其实工程方面 我们在会看以后 大部分的原乡工程 我们都会报到水保局这边来会整 那我知道今年度水保局 他补助给我们的这个经费 有比去年少 工程的方面 清义的方面 其实跟去年差不多 一年也是大概八千万左右 那工程的部分 我们也有跟水保局反映 那我会去再追踪 刚刚议员提到的这几件 那希望说 如果在经费允许的话 我们就先来做设计 那赶快把这些工程来完成 那尽量争取这个水保局 快来补助 以上说明 好 谢谢主席 好 接着下来 请萧永达议员咨询 时间15分钟 萧永达议员咨询完毕 休息10分钟 好 农业局蔡局长 我想针对果菜市场的问题 来对你提问 你先坐着没关系 这个议题我暑假就开始在注意 然后我同时也问过农业局的意见 也问过抗议团体的意见 两边的意见我都有去阅读 然后讲的我发现两边讲的都有各自的道理 而且法理情好像都能够成立 难怪这会闹成全国性的大问题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陈局市长明明是台湾社会公认的人权市长 会陷入转型争议 转型争议的争议呢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先讲反破签的意见 他的反破签不是从高雄开始 他是全国几乎各县市都有反破签的团体 他有一个集体性的论述 是由那个政大的徐世荣教授带队 他的主张是宪法第15条 人民的财产权应于保障 财产权也包括比如说居住权 所以他们也有讲到居住争议的这些问题 那市府讲的公共利益也是宪法层次 宪法第23条 有四大公益条款 政府才可以以法律限制之 四大公益条款里面的就是什么呢 要增进公共利益之必要 政府就可以出面来限制 所以两边在宪法层次 其实是各有理论基础 而且是宪法的进合的关系 然后转型正义是什么意思呢 转型正义就是在 在威权时代的政府所做的不法或不当的行为 在民主时代的政府要予以纠正 所以在这个纠正或补救的措施 那市政府讲的公共利益呢 其实讲得通吗 在大多数的市民我听是支持的 比如说打通石泉路 石泉路是主要的道路 六合七弦八德九如 再来就石泉 只有石泉路没打通 高雄市呢 横向总共有十条道路 只有这一条没打通 而没打通有什么结果呢 我跟各位报告 九如路跟石泉路交叉路口呢 是主要的危险路口 这十年来从民国96年到105年 发生的车祸 有639件 639件 有一个人因此死亡 639个人受伤 这是不是公共利益 为什么会有财产权的争议 在威权时代是怎么做呢 就是在民国61年的时候 当时候的政府 从这些土地通通都征收 然后一瓶呢 410元 强制征收 明明没有用到那么大片的土地呢 全的都征收 所以就是威权时代 政府做的不当的行为 虽然合法但是不当 现在民主时代 有做很多补救措施 来蔡局长 我相信你也承认 这当初的政府自由 来你回答一下 有没有不当的措施 请局长打货 民国61年的时候 谢谢主席 因为这个案子年代久远 那是不是不当真说 或怎样 其实本人 因为只能根据我们书面上的一些资料 所以不便表示 依你书面上的资料 有没有不当 因为这个也经过71年的行政诉讼 所以说我在这里 不是说不法 我是说不当 主席 不法跟不当是两回事 因为这个时代真的是久远 但是根据我得到的资料 来 你们那个 好你请坐 你请坐 胡科长 农业局胡科长 请科长淘 科长淘 当初一瓶是410元征收 对不对 这你知道吗 然后当时候 当时候 那时候的试价 如果以那个地段一瓶 大概要多少钱 谢谢主席 议员 当时征收的证收价是 每瓶410元 对 那时候试价 因为当时的土地跟试价 其实比较接近 对 然后隔年的时候 公告限制 是不是调了10倍 因为隔年之后 它的相关的土地使用 已经变更 要跟着调 对 主席就是这样 当时候征收一瓶是410元 征收完以后隔年 就调了10倍 变成4100元 是不是这样 那时候是因为 它整个土地使用 已经不一样 所以变成暴障 变成10倍 所以当时候地主 就会觉得 你给我征收 价格暴障 来请坐 价格的暴障 所以变成我给你征收 变成我了不起 所以就很多人就拒绝 去领这个征收费用 所以以他们的 以抗争户的观点来讲 就是民国61年 那时候的政府 做的征收的行为 是不当的行为 那我们现在民主化 时代的政府 是要做什么 是要做补救措施 当然就是 我们知道 那个是有争议的 所以才要做 补救措施 蔡局长 我再来请教你 从民国61年到现在 我们都已经民主了 这中间过程 做了多少补救措施 好 请局长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萧宜员 那么我们 蔡局长 等一下 主席 我问你 以他刚刚你们科长讲的那结果 一瓶410元征收 61年 隔年就涨了10倍 以你的判断 那个征收算不算不当 不当 不是不法 征收都已经征收了 没有不当 依你的尝试 你认为这是不是不当 我觉得 说实在的 每一个征收案子 有它的原有 如果是说 你今天说 因为价格变更 就是不当 这个我倒是 我没办法 表示意见 你看 如果 以我们现在的政府 你刚征收了 隔年 公告限制 起10倍 你认为 现在的人民 有办法接受这样吗 政府公告限制 虽然起10倍 人类感到时间后 不是现在 是当时 是跟我们倒的行为 所以没关系 你不方便回答 以我的看法 那时候确实是不当 因为我们是在公独立的 就是回溯以前 即使不当 我们现在就要做补救措施 从61年到现在 有做哪些主要的补救措施 麻烦局长回答一下 包括我们在74年的时候 就比较去 人在发案补偿会的时候 就比较74年的公告限制价的 22.5%来征收 然后它的那个 到我们这里再经过预约通议 然后到我们今年104年的时候 我们还加上那个 例期计算10年这样子 还有呢 还有就是我们一些 比如说有以前缅临的一些小地主的 我们有个安置计划 安置计划是怎样 安置计划的话 比如说在我们北市用地那里 有一块地点的话 我们就是新建我们土地12坪 然后两成24坪的安置计划 好 那目前 未拆的剩6户 总共有10户 从61年到现在还是拒绝 领补偿金 还是征收的钱 这10户里面 6户已经拆了 4户还没有拆 换句话说 目前未拆的6户里面 目前未拆的6户里面 有2户是已经会听 因为补偿金已经都领了 只有四户是未拆 只剩下四户未拆 他也没有领补偿金 我倒是来请教局长一下 如果当初确实是不当的行为 我们现在民主化时代的政府 我们采取补救措施 特别针对 比如说他的坪数小的 比如说只有2、30坪的小地主 我们用比较宽容的心 他现在还没有拆 你去把他拆掉你把它拆完了 那换句话说他还有没有房子 拆完他就没有房子了 他对你这个补偿方式 他并不要啊 我家就住在这里 那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针对小地主 只有2、30坪的人 而又只有 四户 对这的人 你在南侧的闲置土地呢 有安置措施可以让他留一席之地 有没有这个机会 请局长回答一下 谢谢主席 谢谢萧嫣 刚刚有提过 这一些地主我们在北侧那里 有一个安置计划 你的安置计划是给他们店面做生意的吗 对不对 我们的安置计划就是说 我们新建两城楼二四坪的一个土地 二四坪的一个建屋 建屋 对 让他们可以住在那里 对 来 邓姐 我再来请教你一下 他们有没有所有权 所有权 因为都已经登居了高宏市政府了 所以就在这里用出租的方式 承租的方式 承租的方式 对 所以那个性质是什么性质 就是类似像社会住宅的性质 就是他们可以住在那里 是高雄市政府的土地 高雄市政府的建屋 他们只要付租金可以永远都住在那里 他们有二七年 那或者是他愿意如果不住在那里 他们可以领取这个补偿会 救济会 因为他们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 对 所以你们认为就是 就是安置的部分 你感觉做这样已经 就是你实际他是可以住在那里 只是没有所有权而已 是不是这样 对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因为在溝通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希望能够领取现金的 有些人希望能够住在那里 那我们都采取一个弹性的做法 好 然后我们将心比心 如果我是住户 然后我原来这个土地 我是有所有权 你要给我听 我也配合 让你听不着 但是我从61年到现在 我都没有领补偿金 你那个征收费用 我什么都没有领 这土地本来就是我的 当你要重新盖把我安置的时候 那个所有权 为什么不能登记在我名下 如果只有二十几厅 没有几户 你就干脆登记在他名下 会怎样 这个已经征收完毕的一个土地 所以说他已经告诉市政府了 知道 我现在说法律你没有问题 法律没有问题 我知道61年就没有问题了 我现在只是在讲理跟勤 道理跟勤 法律没有问题 因为61年就已经征收完毕了 你要不要领征收补偿费用 那是你家的事 反正我程序都已经完成了 那是法律一定站得住脚 我现在是说理跟勤 而且就是说 市政府不用花很多钱 你说那大地主 有很大片土地的那 那我们处理市民 因为市政府处理的钱 也是纳税人的钱 很大片的土地 上千坪的土地 你教你的做法 我都没有问题 我现在是说 只有二三十坪的人 他没领过你的钱 那土地本来原来就是他的 你既然已经盖了 房子都已经安置 都坐在那里 你要让他住一辈子 你们的承诺嘛 二十七年嘛 大概就是一辈子 如果是这样 你干脆所有款定期给他 不然几乎了 怎么办 照理跟勤 在社会上 我听起来好像是讲得通的 你感觉 我因为这个是牵涉到整个法律 一定要先稳固 然后后面才有那办法去执行这个计划 那因为就是法令上 它不可行 所以说我们才有后面的 这一个所谓的 承租钱的计划 或者是他领取 现金的救助金的计划 所以说变成 刚刚我校院所讲的说 现在六户里面 其实有一些是 是电笼啦 还有一间是 违建户啦 那么真正 真正像没有猜的 就是小弟子里面有两户嘛 我在讲的是 但是都持续过理性的 我们会跟大家来沟通 然后我们也希望 大家就是能够互相体谅 理性沟通就是 互相了解对方的立场 当然市政府做事是一定要合法 合法是绝对都没有问题 本来就都合法 现在是合理跟合情 如果是让小弟子 可以拥有那个 您家的所有权 在法令上到底合不合法 其实这个我们都研究过 就是不可行 今天才会有 演你这个方式出来 可行 就是不可行 为什么不可行 就法令上 规定已经征收完毕的东西 我现在在土地 在给人家 除非法院有一些 判决的那个措施 那如果没有的话 比如说以前早期 被我们征收的大地主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变成这一些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困难点 所以说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希望能够拟寄出 对大家都能够体谅的 一个方案出来 谢谢 休息十分钟